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 那预计9月份呢 唱片公司还是要帮他办一个纪念演唱会 一定会了 会啦 而且据说他的这个 say goodbye的仪式呢 可能会超过猫王 一定会 一定会 因为其实现在这个网路世代 因为你想想猫王那时候1977年过世的时候 其实就是那种讯息流通没这么快 那现在就是说那种是瞬间累积 而且就是网路那天就是 Michael过世的那个消息一出来 就是瞬间那种所有的流量 是达到网路世代以来的另一个高峰 就是说比那种 一定吸掉嘛 要创纪录的 对 就是连比那种 就是说因为有一个有趣的统计 就是说可能比比如说像那种什么禽流感 或是什么伊朗中东危机的 这些瞬间的那种事件 就所有的国际事件里面 Michael过世现在变成是 瞬间流量最高的一个纪录 对 而且就是说在那个早上 就是说整个全世界知道 开始流传之后 那种什么Twitter 什么Facebook什么 通通都来 然后Google上面的搜寻 大家都是key in他的名字 对 所以我猜Michael他真的不知道 自己有多少财产 对 对吧 其实真的是 对吧 潜方的社代的北洋省 北洋省 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土地 自己到底真正他的财产 可以去抵押到多少钱 甚至于快机师跟他报告 他也搞不懂 要不然他怎么会说 这个近年是住在员工的 地下室 地下室里面 而且他去德国的时候坐经济舱 Michael姐 经济舱 你怎么我的想象 应该是为了省钱吧 没有 我相信他是为了要省钱 应该自己有飞机才对啊 对 他应该是要有飞机 因为美国民进很多人有飞机 我相信他私人飞机应该好几台 私人飞机好几台 但是把他摆着 为了省钱坐经济舱 对不对 你开一辆飞机出去 你那个很耗油 还是人家 还是人家 我觉得是他周边人跟他讲 我们现在很穷 所以一定要怎样这样 所以你要出来唱 可能就是这样 很偶一为之的事情 坦白讲 以这样的Superstar 他怎么 怎么可能做经济 你知道前几年 有一个很有名很有名 也是一个非常棒的艺人 叫Tony Preston 他唱Unbreak My Heart 你知道他这第一张 那是hit到再版再版再版 他宣告破产 为什么 他的钱都没有多少口袋 经纪人跟会计 全部把他A掉了 你就傻了 他这么红的艺人 第一张上面大卖 对 这样会破产 比你讲得很好 真的会 比你讲得真好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说Michael 一定不知道自己多少钱 不知道 结果你现在死后以后 他的什么会计师 就开始跟他亲 亲一亲 说还剩多少 446 要死我 446億 你会去住在什么 朋友家的小地下室 然后坐经济舱吗 可憐 我跟你说 冰箱是一定是 很多人跟他说什么 人就要破产了 人就要破产了 会计师搞不好跟他讲说 你已经是完全破产了 你要趕快付出 对 你听到的不是真话 可是聰明的人 一定会好好的清理自己的账 譬如说我说那个Tiger 就是那个狗狗 聰明 聰明 开公司 什么去帮人家设计球场 什么 他自己都知道自己多少财产 他也是一样 因为要打球 他都要借自己的辅助 他哪有去做经济 他做经济上 他怎么打球 你知道他有个别墅 他偶尔去一下而已 就说可能都忘记自己有这个别墅 他在美国一个湖 一个湖的旁边 你每一次去那个湖旁边 就有人告诉你说 你知道那个最漂亮的那一栋 那么高 屋顶全部是金色的 用那个金枕铺上去的 整个Tiger Woods的别墅 对 所以他很会经营 就是你要有一些 有点 虽然你是这个天才 可是这个部分 你也要有一点概念 那他要怎么概念 他好像就没有长大 就是米特潘嘛 就没有长大 不能靠会计师 也不能靠经济 要跟你蹭你就蹭了 不能靠经济 他的专业是跳舞 他的专业是什么 可是在国外经纪人 这个分工是分得很细 真的是 真的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包含体育的经纪人 所以他们真的到艺人的手上 我觉得有可能 100万只拿到20万 他这种super怎么可能 如果别人要跟你蹭 他其实也在观察你 你就是因为不懂 他看你就像个小孩 所以你这个部分你是 无信用管 或你根本不懂 可是哪个像才华道这样子 他真的要focus在这边 他没有办法去管其他人 对